我昨天去看了《祝你幸福》 肖阳跟宋家演的那个新电影 怎么讲 简直就是恐婚教育片 而且里面的人物设定也太惨了吧 简直就是人类悲惨图鉴 我感觉这个电影不应该叫什么《祝你幸福》 而应该叫做《悲惨世界》 今天就吃点土豆炖猪蹄吧 开车 这个电影主角一共五个人 三个家庭 一个家庭死了儿子 一个家庭死了女儿 另外一个家庭女儿成了植物人 妈妈得了宫颈癌 就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惨到 你感觉他们都不是来拍电影的 而是来拍什么《避惨综艺》的 而且还是分不出胜负的那种 简直跟宋家结婚十年 有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女儿吧 别人都觉得他们两个是模范夫妻 直到他们两个人的女儿溺水身亡 两个人的感情受到了影响 宋家就说我一定要离婚 于是两个人就进入到了离婚冷静期 小羊妈妈也因为损女的去世 一下就病怀了 日常都需要人照顾 有一次羊妈打电话没找到小羊 就给宋家打了个电话 小羊直到之后呢 就跟他妈讲说 你以后别给人家打电话了 我们都要离婚了 这个人情欠不起 羊妈呢就不死心 跟小羊讲说 要不你把我送到养老院去吧 这样你也有时间 可以跟宋家两个人好好相处 看看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小羊觉得有道理 于是就开始给他妈妈找养老院 但是稍微好一点养老院都很贵 找到一个还不错的 八成一个月单肩包吃住 还有社工 但是呢得年付 这张手上没那么多钱啊 于是就跑去找他同事 问他同事有没有什么案子 是他可以接的 他得赚钱 小羊是个律师 但好像是混得不太好的那种 别人不愿意接的案子 才轮得到他 他同事手上刚好有一个 别人都不愿意接的案子 就给了小羊 这样子是这样子的 一位老夫妇要跟医院争夺 他儿子生前在那个医院做的冷冻胚胎 这位老夫妇的儿子跟儿媳 大概两年前在这家医院做了试管婴儿 成功了 但没有想到成功的那一天 他们的儿子跟儿媳就出车祸了 儿子当场死亡 儿媳成了一个植物人 一直没有醒过来 他们的儿子跟儿媳 做试管婴儿的时候 跟这个医院签了个协议 协议里面说 胚胎在医院那边 保管的时间是有限的 时间到了当事人那边 如果不来取用这个胚胎的话 医院是有权损毁 或者是丢弃这个胚胎的 这对老夫妇想在协议到期前 拿走这个胚胎 但是呢 他们的儿媳不是没死吗 成了植物人 亲家就不同意 说我女儿还没死呢 这胚胎是她的 医院就没给 老夫妇没有办法 就天天上医院去闹 笑容一听 这样子也太棘手了 根本就不可能赢嘛 但是前男症 爸爸难吃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拿完卷宗 立刻就去医院 见当事人 没有想到 这对老夫妇天天去闹的 那家医院 就是宋家上班的医院 更没想到 宋家就是当初 给他们儿子儿媳 做试管婴儿的 那个主治大夫 没错 宋家是个生殖科医生 这样一到医院 就看见一个老头老太太 在跟宋家撒泼 是倪大红跟他老婆 倪大红跟宋家撒泼 就算了倪大红的老婆 还这样扯着宋家 啪啪啪的 一直拍宋家 小王一看急了 上去就把他们两个人 给推开了 一群人在那推推 伤伤的 倪大红就被 小杨推倒 在了地上 伤到了额头 小王怕出事儿 就让倪大红在医院里面 做了个全身检查 检查结果一出来 医生说 倪大红的身体 比他们医生还要健康 小王一看 倪大红没事儿 就拿出了个免责声明 让倪大红签 说既然你现在没事儿的话 那你之后有事儿了 也不能来找他 倪大红一看 小杨用的纸 是律师事务所的纸 就问小杨 你是律师啊 完事儿还让小杨 给他做律师 帮他把这个胚胎 给拿回来 这个小杨一看 就是你对家的 你这都能让他 给你做律师啊 倪大红之前估计 被人拒绝了很多次 麻了吧 已经开始有点 病急乱投医的感觉了 这样虽然觉得接了案子 就跟宋家站在了对立面 但是为了钱 他还是接了 跟倪大红说 你别起诉医院了吧 你儿子跟医院的协议 欠得很明白 你是赢不了的 这样你起诉你的儿媳 从你儿媳那边 把这个胚胎的继承权 给拿回来 倪大红一听 有道理就同意了 没想到倪大红的亲家 吴越也想拿到 这个胚胎的继承权 本来他是想 宁愿这个胚胎毁了 也不给倪大红他们的 但是呢 前段时间 他去医院取节育环的时候 查出得了公顷癌 他就改主意了 也想留着这个胚胎 可能想给自己 留点念想吧 或者是去做代孕一类的 不知道 电影没有说明白 结果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倪大红跟吴越 两个人当庭开私 互相谩骂 人生攻击 像都懵了 他之前听倪大红说过 他们两家人关系比较差 但是没有想到 查到这个地步 吴越的女儿周一然 一开始要跟倪大红的儿子 结婚的时候 他就不是特别同意 因为他觉得 倪大红夫妇不好相处 果然周一然 嫁过去之后 就一直被催生 不知道是周一然 排卵有问题 还是怎么着 电影没有明说 反正他结婚两年 一直没有怀上 他的婆婆 也就是倪大红的老婆 就带着他各种检查 甚至逼着他喝中药 这支娜娜的反正就是没有怀疑过 他自己儿子可能会有问题 最后周一然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就只好主动提出说 要不我们去做个试管婴儿吧 夫妻俩就是在去做试管婴儿 回家的路上出的车祸 吴越就觉得如果不是倪大红 他们一直逼生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两个小孩的车祸都是他们害的 虽然有些偏家 但是我完全能够理解 而且我在看电影 周一然被催生那段的时候 确实挺生气的 谁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崇拜的 他们不就是很明显的圣职崇拜吗 觉得繁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 第一次开庭 因为倪大红跟吴越当庭对线 没有结果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肖央就改变了个策略 让倪大红打感情牌 在法庭上描述一下 他们两夫妻失去儿子之后的生活 倪大红就说 我儿子活到28岁 就再也长不大了 我们还有生活吗 儿子去世之后 餐厅也开不下去了 我老伴得了抑郁症 每天都离不开人 得照顾 打完感情牌 肖央与凯对宋家开炮 因为宋家代表的是医院那边 肖央就对宋家说 如果是你 你能像医院劝他们那样 劝你自己 放弃这个胚胎 放下过去吗 你可真贱啊 为了赢 在你的前妻伤口上 蒙撒盐 宋家被他这句话攻击到 就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女儿 回忆着回忆着就哭了出来 完了之后还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表演了一个当众发疯 把坐在旁边的吴玥都给看愣了 我也是 我不明白 他哭也就算了 为什么会当众打自己一个耳光啊 不懂 但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情感攻击起笑了 法官动摇了 就问倪大红 你拿到这个胚胎想干嘛呀 想知道法官会问这个问题 在开庭之前就跟倪大红排练过了 但是呢 倪大红在法庭上面犹豫了好久 才说出了不干嘛 就想留个念想 法官就说 这事比较敏感 咱们停后审议 择日再判 结果出了法庭 网上就传出了 倪大红要拿这个胚胎 去做代孕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的 甚至上了热搜 倪大红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肯定是吴岳干的 于是和老婆跑去医院 找吴岳干假 吴岳再次稳定发挥 指着倪大红的老婆就骂 如果不是你天天 逼他们生孩子做检查 他们就不会死 你才是凶手 是你 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倪大红老婆本来就有抑郁症 被吴岳骂完之后 整个人非常激动 一边说 我不是 我不是 一边在病房里面找了把刀 猛的往自己身上砸 杀完这位抬进了手术室 倪大红气的呀 跟肖阳说 我要买水菌 黑回去 但没肖阳给拒绝了 倪大红就很生气 觉得他站在了吴岳的立场 开始胡搅蛮缠 让肖阳把代理费给退回来 说你不要站着毛坑 不拉屎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一点都没变啊 还是当年要喝手磨咖啡的你 把肖阳给气的 自己跑出去冷静了会儿 冷静完了 又回来跟倪大红打感情牌 没办法 一方不好当啊 感情牌打到最后 还把自己女儿去世的事情 翻了出来 原来当年肖阳宋家 跟姚妈三个人 带着女儿一起去海边玩 肖阳就跟宋家说 啊你最近太累了 你就躺在酒店里面 舒舒服的做个SPA吧 我跟妈妈来带女儿 没有想到他带小孩 带到一半 接到了一个工作电话 他就走到旁边 打了一会儿电话 回来的时候 女儿就出事了 肖阳跟宋家 两个人本来还挺恩爱的 因为这个是 两个人感情破裂 宋家无论如何都要离婚 一想起女儿 想想就很难过 那个晚上还跑到了 女儿出事的那个海边 鬼哭狼嚎了 好一会儿 完事儿呢 又跑去宋家住的地方 大半夜的 哐哐哐砸门 不是我说 你俩都已经要离婚了 正在婚姻冷静期呢 能不能有点边界感啊 前两次离婚冷静期的时候 你就故意迟到 或者是不到 拖延离婚的时间 第三次离婚冷静期了 你还半夜去敲 你前妻家的门啊 导演该不会觉得 这种行为很深情 很浪漫吧 我实话跟你讲 在女生看来 这个很恐怖啊 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在想 导演该不会是个男的吧 看完电影出来一场 果然 宋家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开着花洒就睡着了 想到的时候 他屋子里面都是水 两个人呢 也不说先处理一下 这屋子里面的水 就这么坐在水里面聊天 宋家就边喝酒 边跟宋家说 你想让我安慰你啊 我搬不到啊 我自己还在炫涡里面打转呢 安慰不了你 宋家还在那抱着宋家求复合呢 但是宋家跟他说 自从女儿去世之后 他就换上了严重的耳鸣 宋家说 那是海浪的声音 那是他女儿在哭 我看见你就忘不掉 给宋家狠狠地拒绝了 这儿还在那继续装申请 说如果我们两个只有一个人 能从这废墟里面走出来的话 我希望是你 这词怎么文周周的 我本来看宋家说完 那句词都要共鸣起来了 你这个废墟这两个字出来 我直接冷掉 供缩力拉满 后来第三次开庭 法官就把这个胚胎 判给了吴越跟倪大宏两家 宣判的时候还说什么 丧子之痛 痛入骨髓 这电影的编剧是什么 网文爱好者吗 怎么里面的词 跟黄土高原似的 全是土 再后来两家人一起去看了 孩子们留下来的这个冷冻胚胎 算是一种探望吧 相跟宋家离婚成功 吴越的手术成功 倪大宏的老婆抑郁症 好像也好了点 电影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电影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催生 败孕 离婚 冷静期 白发人 送黑发人 等等等等 看完了都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说的是哪个 仿佛我坐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个两小时的社会新闻 在这个社会新闻里面 我只看到了一群痛苦的人 被困在原地 痛苦地活着 以及三个遭受了不同困境的女性 周依然的生育困境 仿佛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衍 可怕的是他还没有办法说不字 宋家的婚姻困境 明明因为丧女之痛 痛苦地都要死了 想立刻离婚 还要被他老公自以为深情地挽留 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这个离婚的时间 是离婚的不自由给他带来了这种婚姻困境 还有一个是吴越遭受到的性别不平等的困境 虽然电影里面一笔带过 但是却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 是吴越去医院把结育环给取出来嘛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知不知道结育环是什么 结育环就是一种放在女性子宫内的避孕环 曾经作为一种长期有效的避孕措施 推广给广大育龄女性 也就是生过孩子的女性 但是呢 这种结育环放在体内 时间一长 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比如他会加重女性感染妇科疾病的危险 盆腔炎 宫颈炎 子宫肌瘤等等 这些健康问题不只会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 还有可能对她们的生殖系统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也就是说 结育环根本就是现代女性的酷刑 男人自己不做避孕措施 而是通过这种伤害女性身体的方式来满足避孕的需求 真自私啊 总之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各种女性困境大乱顿 什么都想说 但什么都没有说好 看到最后我都疑问了 这个片名为什么要叫做祝你幸福啊 啊 就是电影内容 能祝谁幸福啊 到底谁在幸福啊 啊